但是會失敗 那伺服器限定20次 那我們伺服器目前沒有人做出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跟各位做精闢分析以及分享的是我們天堂M 咒勢的成長箱 第二咒的部分 那這一咒比較特別的是百星有幫大家來做一個分析以及整理 一些CP值比較好 或者是我比較推薦的 這個道具 等一下來跟各位做個分析 首先我們看到他這個禮拜的 這一週啦 這一次的活動是從 2019年5月8日禮拜三 中午12點到2019年5月15日禮拜三維護前 開放了限定製作 當中包含了歐西里斯的武器箱 冥皇全套 然後 紅布紙布 那個 紅 神秘變身卡 這算紅 紅變或者紙變 神秘變 神秘變身卡的傳說 這是英雄 英雄這是紅變 那他有機率紙變 那這個 傳說他是紙變 有機率晶變 這個 部分稍微留意一下 那其中 比較矛盾的一個就是歐西里斯的武器箱的部分 他是有機率製作失敗 那失敗 僅可獲得龍之鑽石 這邊基本上這邊都有修 有的是150 有的是100 那你這個歐西里斯的武器箱 很 矛盾的是你抽到 你拿到 你製作成功了 你的武器箱開出來的 的武器 還是隨機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沒有很建議啦 但是大家 看如果想做的話 也是可以去做啦 基本上這個武器比較 G8的一點是 死亡加3的那個部分 你死掉的話他會 有 bonus的加成 掉的東西會比較多啊 或者經驗值掉的 你要 補回來的 藍鑽也要 畫的比較多 所以 這個武器是蠻吸引的 可是他是隨機的部分 所以 並沒有說非常推薦啦 那先跟各位來分析一下 這一次我推薦的一些東西 以及 呃 CP值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道具當中 我們有這個 金幣的部分來講好了 他需要耗費大概545藍鑽 545藍鑽 那 金幣箱你 隨機可以骰到的 金幣 是 500萬 1000萬 2000萬 5000萬 這幾個部分 那如果你 以最少來看的話 545藍鑽 換500萬 基本上 我不曉得你們伺服器是怎麼樣 我們伺服器的幣值 差不多剛好是 1萬比 呃 一欄鑽 所以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缺金幣的人 可以去賭一波 我認為是這樣 可以賭 那 你有看到他這個 呃 是不會失敗的 但是伺服器 的帳號 帳號限3次 所以這個帳號也只能 抽3次 那如果你缺金幣的人 可以試試看 這是我自己推薦 我覺得還算OK 那再來是這個 工匠的對武器施法 的捲軸 那他需要耗費 1萬藍鑽 但是會失敗 那伺服器 限定20次 那我們伺服器目前沒有人做出來 我不曉得是 課長可能 已經夠了 不想賭 或者是 怎麼做都做不出來 如果有做出來的話 歡迎大家 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這個 工匠對武器施法捲軸 他主要是你可能用在 如果以現階段來看的話 呃 我先給各位看一個圖表好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 他可以用在 加9的 武器捲軸 那 以一定機率 強化數值上升 失敗時會 保 正 武器 不會消失 他應該是 沒有 血完整啦 就是武器 他是不會爆掉的 但是你看 看到我們右邊的這張圖 右邊這張圖 他說 一般之英雄加9 可以去衝 那傳說加9加10都可以衝 神話加9至加11都可以衝 那 問題是 呃 英雄的部分加9衝加10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疑問 沒有太大疑問 可是傳說齁 你光要衝到加9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安定值是 加 加6嘛 6如果我用那個 數據衝的話 可能變加7 但是你要變加8 再變加9 這兩砍 應該沒幾個人敢衝 所以反而 這個工匠的對武器4把卷軸 大部分會用在是這個 紅 紅武上面 紅色的武器上面 那你看喔 我衝一次要1萬 1萬藍鑽 那這個紅武 呃 基本上 我個人認為算是值得 我個人認為算是值得 但是 最矛盾的一點 是 我賭那麼多次 我可能 搞不好 我去弄一個 直武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矛盾點在這邊 齁 第一個他會失敗 第二個 花的錢你可能去買值武 可能就差不多了 所以工匠的對武器4把卷軸 這個可能自己大家評估一下吧 那我自己看如果是課長真的有比較兇的有沒有 他衝到加9的值武基本上可以花再多藍鑽去賭 我覺得都ok 但是如果是紅武的話就 不一定了 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 矛盾點啦 矛盾點在這邊 紅武弄 弄很多次 可能我 倒不如去弄個值武 那值武你要穿到加9很困難 那金武更不用講了 大概是這樣一個概念 好再來是這個 純白的萬能藥 我也是推薦大家可以去做 因為1909 就可以換10瓶 當然他這邊有提到伺服器整合 帳號限定3次 那是什麼叫伺服器整合 帳號我不太理解啦 因為可能要 你可能是移民到哪邊 可能還可以在那邊 加起來總共次數只有3 之類的 這我不確定 如果有知道玩家 告訴我一下什麼叫伺服器整合帳號 這個我不太理解 因為有的寫 帳號限幾次看得懂 那伺服器限幾次我會看得懂 那伺服器整合帳號限幾次 這我比較看不懂 因為我沒有一直移來一起 不是很確定 ok 好 再來是神秘的變身卡 稀有的部分 那他這個的話 是要5727 藍鑽 那他不會失敗 那伺服器整合帳號限定1次 這可以賭一下 因為這個藍辯有機會可以賭到紅辯 所以我覺得可以 如果想賭的話可以玩玩看 好但是你心裡要有個心理打算 就是你5000多多藍鑽 就只能換到一個藍辯 好但是不一定 好不好你可以補卡詞 那再來是神秘變身卡英雄 以及傳說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的話 你看差的 藍鑽不會差太多 英雄11727 傳說是15818 差大約 4000上下吧 我沒有很精算 4000上下吧 但是 雖然說沒有差很多 一個藍 一個紅辯跟一個 一個紙辯 但是問題是他會失敗 好那你就算做成功了對不對 做成功了 你 也不一定能夠賭到啦 我目前是沒聽說過 有人去做成功這個之後 再賭到上一階段 目前都沒有聽說過 有的話請告訴我 你是哪個伺服器 哪一位玩家 就我也想要 認識一下 誰這麼O有沒有 就是你要先做成功之後 然後你要再賭一次 他能夠上下一個階段 這個機率應該是很渺茫 所以這個 就是 一個很大的賭注 我不能說推不推薦 因為這只要中的是超爽 可是沒中的就超酷的 你知道嗎 但是至少 紅辯的話 如果1萬多藍鑽 換到紅辯是蠻爽的 紙辯也是啦 1萬多也是啦 所以 基本上你要先 先賭到第1 第1砍 再賭第2砍 了解嗎 再來 稀有 變身卡片箱 1909 還有稀有 魔法娃娃箱 1909 兩個 都是 藍辯跟藍瓦 只要花將近2000 藍鑽 1900就可以了 那你伺服器整個 賬到心理一次 所以這個如果你要去 賭 紅辯或紅瓦 又4張 或者又補卡池 這個我是蠻推薦的 因為 不是很貴 這個 2000藍鑽就可以換藍辯 藍瓦 基本上還算蠻不錯的 再來是歐西里斯的武器箱 我剛有提到 你看可是 你看他花35455 可是他會失敗 他會失敗 那你失敗就成功好了 你還要去賭到那7把當中 啟動一把是你該職業的 所以 這個比較不會有人做的原因 是因為他抽到的不會是自己 不一定會是自己職業的 你抽到的拿來賣 但是我今天我是課長 我花很多錢 我還要賭兩次 就一個要賭到箱子賭到 賭到箱子之後 我還要 我要去骰到那個是我要的 如果不是我要的話 我賭到很爽 不是我要 我要拿來賣也很難賣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的部分很矛盾 那我 我其實所有 所有當中 比較不推薦是這一個 比較不推薦是這一個 那伺服器限定三次 那最後一個的話是 真名皇裝備的部分 11818 1萬多 藍鑽 那我看也蠻多課長做出來了 我沒有去問過 製作成功全套 大概花多少 藍鑽 但是這個 這個裝備的強悍度 基本上 我之前的精闢分析有提到 那我會在上方的資訊卡 裡面 我會附上 呃 之前的精闢分析的連結給大家參考 好真名皇套裝的話 呃 他的 防禦力非常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高到一個極限 然後當然這 這件是比較適合近戰穿的裝備 所以你是近戰的話 我很推薦一定要弄一套 但是你是要是大課長 不然你光賭那個會失敗的機率 我忘記飆紅了 他可能是 剛剛緊張了一下 忘記飆紅 你要賭那個會失敗的機率 我 我個人覺得 呃 對 你要是大課長 不然真的不要去賭 不要去賭他 要就是 你要就是一次把他弄到位 不然就不要了 那稍微要注意一下 因為裝了這套裝備的話 你的斗篷 你原本可能是抗斗 會 會被拉低數值 所以 呃 折中的方法就是 可能你的萬能要的點數 是點到 精神去 或者你把你的 攻擊力 力量 力量的部分拉低 去 補精神 呃 我的推薦是170 當然能夠拉越高越好 因為如果被魔削削下去 基本上 還是很容易被香削 魔削 妖精的魔削 再加上法式香削 基本上還是很容易中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他這個 這次比較聰明 你看到 右下角寫著 伺服器限定兩次 帳號限定一次 他可能怕有人就是 不讓別人做 你知道 因為假如我是課長 我做了 一件了 結果我另外一個課長 為了 為了打對 對面的有沒有 故意再做一件 那 剛剛互打 然後讓你沒機會做 所以他伺服器限定兩次 你帳號的話 只能限定一次 所以 一個伺服器除非有 超過兩個以上 大課長 當然有 沒有錯 不過大部分 有人做起來的 另外一個人 應該也不太會想要去跟他讀 可能會去 跳去別的伺服器 做完再回來 之類的 了解嗎 那 以上就是這一次 咒勢的成長藥水 可以做的東西的 我的一些推薦 以及分析 以及看法 供給大家的參考 那自己 大家 祝大家 能夠做到自己心目中的 理想的 裝備啊 還是說變身啊 還是一些道具 OK 我是平百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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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 又下個按個訂閱 又下個喜歡 訂閱旁邊鈴鐺 按下去 隨時可以抓到最新的消息 記得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是平百姓 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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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歐 歐